麵團上擠上一圈又一圈的咖啡焦糖 放進烤箱十分鐘後熱騰騰出爐 不過放上桌之前需要先這個動作 電源用力把鐵盤摔在桌上好大一聲 麵包快速脫離 不過也是這個動作 讓一些民眾誤以為電源 是不是在不開心什麼 怎麼摔來摔去 店家忍不住在門口放紙板 寫著麵包出爐都要摔 不要再說電源生氣了 買過的民眾都聽過摔鐵盤的聲音 也覺得很好奇 不過這樣摔啊摔 到底是什麼原因 蛋糕進爐之前也是會敲一下 他敲一下用意就是氣泡 然後盡可能在上面排氣排掉 麵包的話呢 他是基本上浸爐不能敲 因為敲了他發酵的東西 組織還沒穩固 所以他會扁掉 他出爐敲一下是讓他裡面的熱氣趕緊排出 然後讓那個裡面組織更快穩定下來 詢問麵包師傅 他說真的不是做得不開心 下面包或蛋糕出爐後 就是需要這樣敲一下 才能均勻散熱避免變形 敲的方式還不一樣 蛋糕的話就平貼 要平放 像蛋糕要整個平貼敲 才能把氣泡排出 麵包則是邊角敲一下就可以 不過是敲的動作 摔啊摔 專業包麵包排氣 不是店員生氣了 請大家不要再誤會 三地新聞皇之中 陳雲安高雄報導 要噢 我們下一個人 安排不上 我們下一個人 rá把氣味 咧 我